中国中央电视台 中文国际频道 您好观众朋友 欢迎收看 国宝档案 今天我要为您介绍的国宝 是一件珍贵的瓷器 什么瓷器呢 它的故事 还得从我们以前节目中 介绍过的 河南博物院的 九大镇院之宝之一的 汝瑶天兰佑 俄景平说起 河南省博物院 收藏的这件珍贵瓷器 是宋代汝瑶瓷 名叫天兰佑刻花额景平 优雅大方 亭亭玉立 瓷身上 信中说 在民间也收藏有一件 鹅景平 还附了一张鹅景平的照片 这件鹅景平 高19.8厘米 长口细紧 线条流畅 瓷身上 也阴刻着缠织莲花 竟和河南博物院 收藏的鹅景平 出奇的相似 天蓝 天青 仅一字之差 赵青云 又是从哪里 得到这件 鹅景平的照片的呢 北宋路关耀 靠谷发现之后呢 在社会上 引起很大的返乡 从广州民间 一位收藏家 拿着这件东西 到郑州来找我 帮他鉴定 那么这件东西 我看到以后呢 这个感觉非常重要 而且我有找到 我的同行 叶文成 朱伯前 亲自对这件东西 做了这个共同的研讨 原来照片中的鹅景平 是一位藏家的私人藏品 那么这件鹅景平 有何特别之处 是否也同河南博物院 收藏的国宝鹅景平一样 是一件珍贵的乳瓷呢 赵青云告诉我们 2006年 几位陶瓷大家 专门鉴定了这件乳瓷 最后给出了肯定的答案 因为专家们 在鉴定这件鹅景平时 都结合乳瓷的历史 进行了仔细分析 其最主要的依据 就是现在收藏在 河南博物院的鹅景平 在宝峰清凉寺 古瑶址发掘以前 由于乳瓷的传世器物很少 乳瓷鉴定的依据也比较少 可是在清凉寺瑶址成功发掘后 随着天兰佑 刻花鹅景平的出土 鲁关瑶的鉴定范围 也进一步更新了 早晴瑶先生 又带了这件很乳的街道的 这个鹅景平 叫我们可可 当这个心里是很激动 那么这些东西就是 起因比较高大 起我比较愉美 吃素很精心 那么这是很难的的一些 非常荷杰的一些鱼骨鱼的菜品 几位古陶瓷学家一致认为 两件鹅景平均属同一时期的 鲁瓷珍宝 同时在烧制手段上 也与宝峰清凉寺出土的 电饼等工具吻合 天蓝天青 如此姐妹 宝平还乡 难解乡愁 国宝档案 讲述天青鹅景平的往事 看到照片听了专家的讲述 我们对这件藏于民间的 国宝鹅景平充满了好奇 那么藏家究竟是谁 他又是如何得到这件 汝瑶珍宝的呢 通过赵清云专家的推荐 我们终于找到了 鹅景平的藏家 虽然他本人不愿意出境 却愿意把自己的宝贝拿出来 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一同分享 在采访的时候 他还为我们讲述了 鹅景平背后的一段家族往事 也讲述了国宝 从宝岛台湾回到祖国大陆的 动人故事 您看 这就是照片中的那件 天青鹅刻花鹅景平 他通身满师淡青鹅 散发着银润纯净的光彩 仔细观察 鹅景平的右面 开片密布 仿若美誉 而鹰刻的蝉枝莲花 更是飘逸简洁 透露着北宋官窑瓷器的盎然古意 在鹅景平的鉴定书上 还有专家点评 鹅景平的右面中 拆有玛瑙 右如高枝 荣而不留 其右厚而生如庆 带有素雅高贵的皇家之气 同时专家还说 这件藏品有可能是上世纪 三十年代在河南汝州出土的 那么如此珍贵的汝瓷珍品 藏家究竟是从何得来的呢 藏家告诉我们 这件珍贵的鹅景平 是家里的传家宝 收藏他的是自己的祖父 名叫郑义侠 鹅景平身上 还寄托着老人的深深的相仇 郑义侠祖籍湖北 早年曾追随孙中山先生 在湖北创办了 宜昌女子学校和财快学校 后担任国民党政府财政部的要员 博物好古的他 收藏了不少瓷器 汝瑶 天青佑 客花 葛景平 也是当时买下的 1949年 国民党退守台湾 已经不获之年的郑义侠 也带着儿子前往台湾 他的夫人却留在了湖北老家 1949年底 郑义侠决定将大儿子郑家辉 送回祖国大陆 他要儿子将天青佑 俄景平也一起带回大陆 父亲还嘱咐儿子说 这件俄景平 是他母亲最喜欢的东西 看到俄景平 就如同把父亲 已经带回了母亲的身边 要他们母子二人 一定要等他回去 可是这一家三口谁也没有想到 作为信物回家的俄景平 后来竟成了郑老先生的遗物 1999年 79岁的郑老先生去世了 他离开故乡 思念故乡二十余载 却终究没能回来 而抱着俄景平一直在等待 丈夫的郑夫人 也终究没有盼到一家人团聚的一天 几年前 郑先生的大儿子郑家辉也去世了 他在临终前留下遗嘱 要家人将俄景平捐给国家 现在收藏俄景平的藏家 正是郑氏家族的后人 几年前 郑家后人开始寻访专家 鉴定俄景平 郑家人认为 这件俄景平 不仅记载着亲人的思乡之情 更是一件应该归属国家的国宝 因此准备在合适的时候 把俄景平捐献给国家 我们期待着这一天 好 俄景平的故事 就为您讲到这里 感谢您收看本期的国宝档案 请您下期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圆明园遗址 此次20年间已经迎来了 无数中外游客参观 其实这部分遗址 只占圆明园遗址的五分之一 那么没有开放的区域 位于圆明园的哪个方位 它又是什么样子的呢